看到你在荣耀里面一个校服 撞了沈腾的校服吗 腾哥好年轻啊 你这个话现在是怎么了呢 我不知道 校服很年轻 那你觉得你能赢过你的师哥吗 这你这坑给我挖的 师哥我 不可能的 随着青春环游记的热播 洋洋梗王的称号 越来越藏不住了 平常高冷成熟 全身散发着男神气质 如今却变成了一位活脱脱的喜剧人 看看这学杨迪跳舞的样子 怎么可以这么搞笑 之前都说洋洋跟着沈腾逐渐腾化 继承了军衣校草的喜剧细胞 可照节目里这么一看 洋洋跟杨迪在一起 竟也开始迪化了 不过玩游戏还是一样的菜 当卧底根本撒不了谎 开局就遭到了成员们的怀疑 只能凭借一脸真挚的撒娇功夫 迷惑大家 我真的相信 真的姐 真的姐 我也是相信她 你真相信她 不要被她的这个计谋 是个笑 是个笑 面对这种美颜攻击不心软 那是不可能的 但玩游戏还是玩游戏嘛 怎么能因为可爱就放过她呢 这点还有多亏杨迪和贾琳的帮助了 要不是杨迪藏到了最后 这场游戏绝对是完败 可不是每期都这么幸运的 比如遇上范澄澄 说起来呢 这兄弟俩也是神奇的很 两人长相都是颜值担当 在各自的领域都发展得很好 可凑到一起就变成了笨蛋组合 玩游戏毫无默契可言 甚至脑回路都不在一条线上 说出中国的一个古代的名人 杨杨 猪 海 古代的名人 古代的名人 不是地方 猪 猪 猿 猪 猿 你刚想说猪自清 对啊 打错 古代名人答猪自清 程程你在想啥呢 你是觉得他经常出现在课本上 所以默认年代久远吗 人家可是现代作家呀 但这还不算什么 之后在被问到美食名称时 杨杨和万澄澄才是真的离谱 全程离不开一个臭字 臭豆腐 臭桂花 臭桂鱼 臭酸菜 一个比一个味道重 关键臭桂花是什么鬼 是桂花烂了吗 贵 花 臭桂鱼 臭桂鱼吗 搜 肯定有臭桂花这个 臭桂花俗称烂了 为了挽回这两兄弟的翻车场面 贾连还特意抛开臭字 重新让杨杨和范澄澄答了一回 可事实证明 没默契是真的没默契啊 他们一个想说三杯鸡 一个想说第三仙 思路根本没在一条线上 把杨杨都给气坏了 所以网友的一句话说得好 杨杨和范澄澄分择各自为王 合则笨蛋成双 这默契程度碰上第二个人都不会有这种效果 之后啊 在跳蚁枪环节 杨杨和范澄澄更是成了本期的集中笑点 看过第二季的都知道 当时的范澄澄是个猜拳王 连赢梧桐五把都不带喘气的 但在这个考验运气的环节 范澄澄去接连败退 精准打击了每一个水箱子 把自己的于兔哥哥 坑得不轻 事后导演呢也是十分有梗 表示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实在是太伤本阳的脸面了 但不要白不要 最后还是屁颠颠的跑去做了 可结果依然是被弟弟给坑了 这种节目效果 估计节目组都控制不住吧 黑洞程度已经超乎想象了 之后在考验全员默契的游戏里 杨阳更是化身梗王 在抽到数字一的时候 理直气壮地喊出了一个人 把再什么几位都给惊呆了 这一刻怎么有种 朗朗附体的感觉 玩游戏玩成这样 只能说这趴不错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物园 一个人说两个啊 你的物词我们听到了 不是你不剪出来就不看不出了 哈哈哈哈天呐 果然记测多 哈哈哈哈 朱古先生 哈哈哈哈哈哈 合奏 老鸣 老鸣